她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 从不肯让我送她回家 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她 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 她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 从不肯让我送她回家 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她 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 你说你却不会假装潇洒 却叫我别太早放弃她 把过去全说成一段神话 然后笑彼此一样的伤 我们这么在乎她 却被她全部抹杀 越疼她越伤心 永远等不她回答 到底她怎么想 应该继续猜測吗 还是说好了全忘了吧 我在乎她 却被她抹杀 越想疼她 得不到回答 她在落下 继续再疼吗 还是说好了全忘了吧 太舒服了 尊重跟大家说一下 文文绝对是女歌手里面 最华语里面惦记她 弹得最狠的一个人 一定要把话说这么绝吗 一旦等下在某一个舞台上 再出来一个比我狠的怎么办 那我就说她更狠 不就完了吗 对 变得到快 我们之前听到这首歌 是比较欢快的 比较快乐的 改了很多高级的东西在里面 包括文文跟世伟 他们俩刚才有一段战斗的 短短的那个东西 变换了很多很复杂的 高级的和弦在里面 对 所以刚才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高级的一个改编和一首歌 我觉得非常地成功 谢谢你们 万万建议发型可以是这样 对 我也觉得这样比较好看 今天打鼓你收着一些劲 接触军鼓的时候 对鼓皮的震动 是不是切边这些 你自己都有注意 你其实就是一个全面的鼓手 也许一个音乐家 应该有他最喜欢的 某一个音乐形式 但是不代表别的你打不了 说正虽然一直给到一个 双彩怪人的这个标签 但其实他真的 每一次他在台上 就各种正 今天其实就是来撕标签的嘛 万万 很棒 我想替他们说几句话 Jazz或者Fusion这个东西 其实在我们的大环境里面 不是一个能被很多人 接受的一个种类的音乐 那其实玩Jazz 玩Fusion的乐手 还有我们的音乐人 其实这些人的音乐功底 肯定是有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的 这样的一个音乐储备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棒 把这样的一首歌 改成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风格 每周六优酷独播 用音乐 寻找志同道合的灵魂 一起乐队吧